在討論有一個六月的女兒 在中間犯見的一種 鬧嚴重的事件 現在當地進行相關的治療 不過這個女兒五月十三 來比較進行 因為通報有創 這個病醫認定說是三十 比較進 所以現在就要介入 這個爸爸是很煩惱 說這樣是不是會來創過治療的事件 現在就去住在臉書上面 來救救 討論有一位爸爸 在晚上在臉書上面 就急車前進文化球 說到六月十五個兒 拍攝影機 就在DIPG鬧嚴世紀 不然當地做平常住治療 五月十三比較進 也有做時性跨境 所以因為通報性 病醫認定比較進的是三十 需要個家裡 煩惱錯過治療的事件 會流出來 這些都是一些癌症壓迫到的病者 補爸爸說平常住治療 除了費用很貴也需要時間 災連 他說到十幾個兒 勇敢控感 不過已經出現了一些 感染症相關的症狀 反而沒有時間 還差一點點就去治療了 希望政府單位幫忙 將治療競爭 給孩子一個治療的機會 他是五月十三號的救案 就算後面驗出有PCR 陽性反應 不算確診 可以進入這個 膨中指補貨治療的階段 沒有問題 那我們在緊急醫療的方面 第一時間就完成了協助 湯市長第文餐 除了在每週的民間 也請出卡電話 給伯爸爸交通 又已經請 衛生局協料 嚴重照觀點疫情 進行感染治療 董爸爸表示 他知道要整幾天 每個單位都很辛苦 勇敢騎出來 是希望孩子醫療的康復 可以補責 不但因為幸福 等悟到孩子的治療 記者總括報道